最近爱情公寓电影版本即将再次上映,可以说是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。 最近娄逸潇现身电影发布活动,选择了一条丝绒酒红色的连衣裙,风格非常特别,但是却也有点依然难尽。 这是为什么呢?他选择的是一件深红色的丝绒长裙,可以看出依字间的设计搭配有些性感,但是整体的造型看下去,却觉得整个人有些臃肿。 这是为什么呢?从侧面能够看出其实娄逸潇还是纤细的,但是这种丝绒材质的服装真的非常容易显胖,而且依字间的设计更让他看起来比较臃肿,而且这样暗红色比较鲜色,对肤色来说非常挑剔。 但是这个颜色也不是没有人能够驾驭,最近和水现身机场就穿了一条红色细的紫色连衣裙,而且是同样的丝绒材质,而且他选择了难度更高的片子更多的颜色,但是真的在机场就美成了小心女。 两个人对比起来,同样是丝绒红色系,在娄逸潇的身上似乎显放得有点一言难尽,但是在合遂的身上看起来格外高贵自然,超模的优势瞬间彰显了出来,但是实际上身材的差距只是导致两个人差距原因的一小部分。 其余的原因更多在两个人的肤色和服装上。 首先肤色上,这种紫红色真的要求人要白到发光,所以一般其实并不会有人去尝试这个颜色。 其次,在剪裁上,衣字间的设计本身就比较容易显胖,而且收腰的效果也不是很明显。 再加上长袖,让娄逸潇显得格外壮实,并且丝绒会增加饱满度,但是六代连体布设计,瞬间看起来就清爽很多。 其实这种颜色真的很难驾驭,对于一般人来说,还是不要去尝试比较好。 虽然合遂能穿成仙女,但是连娄逸潇都穿了这么一言难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